好 早晨早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來收看新一節師兄陳實 今節講返南傳佛教聖物 講下這個近來 不知為什麼呢 近來在香港 泰國好像一時熱話這個佛牌 鬼王在泰國很多接觸南傳佛教聖物的師兄都知道 這個鬼王法相的牌 師傅叫做老婆益 屈住麗敏尼 不知是否叫獨裁 屈住麗敏尼 差不多 講講鬼王 因為 一直以來在小弟的認識當中 鬼王的法相因為兇狠 兇死 加上在泰國新機場那邊 都有四座鬼王鎮壓一些事件 好像當時 所以一向而來我都知道鬼王一定是辟邪 只是單向想他是辟邪 這樣 後來為什麼會講這尊鬼王這麼特殊呢 因為 因為有一個泰國的善信 請了這尊鬼王 就是帶了這尊鬼王之後 他的尊是好像紅色底的 有點龍也式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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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厲害喔 中了千幾萬 那些彩票 泰國先 泰豬啦 一千幾萬 都已經說兩百幾萬 好厲害 都已經 然後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講鬼王 或者跟眾彩票什麼事呢 通常你說他避險 都好像叫做家常便飯 就是對泰國佛牌那些報道出來 但是為什麼鬼王會關事 這樣 那搞到我很有興趣 然後就去看看 這樣 那 那一路翻查 其實 那其實 對我來說 鬼王一向來講 我都清楚 他其實是在我們 叫做中國 中國傳統 這個 道教 佛教裡面 那 他是四大天王之一 那 講一下鬼王的歷史 先 四大鬼王之一 那是 他叫做 多聞天 多聞天 因為他聽聞佛法多 因為很多時候 鬼王 有一個特性 就是通常你看到鬼王的擺設上面 都會在那個寺廟的前端 就是大概 總之好像 香港那些萬佛寺 我就沒有什麼記憶了 太久了 去的時間 那 但是 池山寺我去過 都是講這一兩年的事 那 池山寺進去大龍寶殿之前 進入的佛門前 就有四大天王鎮守 那所以呢 一向以來 我給我個人感覺 就是 知道 四大天王 那當然是 驅逐邪魔 對不對 所以呢 那 天王的樣子 都憎眉龍眼 所以呢 多聞天 在我一向心目中 他就是 代表辟邪 也知道 因為他 通常鎮守在廟的前端 所以 聽聞佛法多 所以 有這個 稱號 因為 總之有人 有講佛法的東西 多聞天都會來 叫做 保護 所以呢 他的名字 由來 那 而呢 南傳佛教 叫做 但是呢 在 日本的佛教裡面 他有另外一個名字 叫做 手材的功用 那 這個 真的 因為這位師傅 我才知道 這塊牌 我才知道 我才詳細去研究究 究竟 為什麼鬼王 會不會牽涉 進去 叫做 招財的項目 裡面 因為 同來 永遠都是覺得他辟邪的 那 因為鬼王 本身 就是 在那個 叫做 什麼 印度教 從原始印度教的婆羅門教裡面呢 其實鬼王呢 以前 就是說他的經歷 就是 其實是一位神來的 叫做 俱彼羅神 那 授經 千年的苦行 就是苦行了一千年 然後 才在 這個 祖父 手上 祖父是誰呢 祖父厲害 大凡天王 在祖父手上呢 得到 鎮守北面的 守護神的位置 所以 就是他interview了一千年 大哥 才拿到這個位置來做 都不是開玩笑 那 亦都因為這樣之後呢 就在那個 阿凡天手上呢 得到一部馬車 那 應該沒有讀錯 應該是 普 普齒柏卡 應該是 印度文 直譯中文 那我沒有特地去 去 看那個印度文 那個讀法 因為都免得 你都不知道怎麼讀 隨便 總之他拿到這輛馬車 這輛馬車 是象徵著一些財富 守護財富的功用 所以呢 這樣之下呢 出現了 原來多聞天呢 是有另外幾個意思 除了他代表知識之神 也都代表財富 那財富呢 他另外有個別名呢 就叫做 施財天 那所以呢 如果上網可以找到 施 即是報施的施 施財天呢 就是鬼王的另外一個 叫做名稱的由來 所以呢 原來鬼王呢 被他搞一搞之後 才知道鬼王呢 是可以 拿來招財 即是叫做守下財 招下財 即是如果有些網友 那些錢呢 經常都不知道為什麼呢 經常都一有錢就花光 一有錢就花光 那找個鬼王回大廈都不錯 那而呢 叫做 叫做 日本裏面呢 剛才提及過 比沙門天 那比沙門天呢 其實呢 他也是一個 代表 怎麼說呢 比沙門天 在日本的民間信仰上 列入了一個叫做 七福神的地位 那七福神 你聽到七福神 都當然是好事來的 七福神不是黨災 全部都是一些招財啊 福祿啊 那些順利的東西 那七福神裡面呢 比沙門天有份 大黑天 大黑天的數象呢 就不像我們 藏傳佛教的馬克加拿 很和礙可親 另外有一個叫做 衛比獸 好像我們種多肉植物 那盆植物的那個名字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來的 然後另外有一個叫做 獸老人 然後 福祿獸 變財天 還有一位叫做布袋 就將他呢 七位呢 就囊括了 為一個叫做 七福神的 這樣的神士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在東 叫做東脈 或者叫做 日本的佛教裡面呢 比沙門天 都是象徵一些 財富的 原來這樣的 表示 很可愛的 那 而呢 為什麼近來 我對這個師父 這麼 著弱 特地又說 一集說鬼王 這麼過癮呢 那所以 因為呢 這個師父呢 我覺得他是 泰國近代 就是 一些 即計 這個 不敢稀先之後呢 他都算是一個 挺有趣的 用到一些 中泰的 Cossova 即是中國的文字啦 加上一些道 即叫做 泰國的符文 去製造佛牌的 一些這樣的concept 或者叫做idea 那你見到那個盒 好像這個這樣 這個盒就不是他 這個盒子呢 一定是那個盒子 都顯示是斥令 啊 然後繞三個圈 那這三個圈 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可能也是有意思的 不過我們不知道 其實這個是 就是他的符文 就是這樣 那裏面呢 就一個box set 就是三尊鬼王 那 如果有些網友 趁現在這個鬼王 這個價錢呢 真的炒得很高的時候呢 不妨呢 如果有行見到 有人 即是有人 可以讓你請呢 我相信都可以請勁在這裡 因為我相信這個鬼王呢 尤其是 其實他還有一部分 是應該肯定會升硬 我覺得是 那 那 除了以前傳統 我們找的鬼王 通常就是 一些叫做 什麼 就是 曾王廟啊 那些這樣 那些鬼王之外 或者一些傳統一些 現在這個新派 龍埔益呢 就是在泰國現代呢 最著名開綱鬼王的一個師傅 那這個鬼王後面呢 都寫著呢 我給我一張照片 他後面寫著呢 就 天官賜福啊 天道囚勤啊 一些中文的 心上事成啊 逢空化吉啊 天下太平 萬事如意 其實這些意思呢 其實這些 這樣下了這些東西呢 其實 挺有意思的 就是 那個感覺呢 是 我覺得是 很 很把中國傳統 和一些叫做 泰國的符文 放在一起 在同一個佛牌裏面呢 那個造相上都挺有趣 還有他有個斥令在書呢 那應該是 都幾 就是這個師傅 就跟吳錦溪有少少不同 吳錦溪呢 就純粹只是叫做 寫了一個天官賜福而已 那 都沒有用到斥令 他就已經這個師傅 直接用了一個斥令 這樣去包 就是叫做包裝了這個鬼王 那不知道是不是這樣之後呢 所以他那些鬼王那個 叫做 叫做 守財或者招財能力 都幾強啊 那 網友又不用特地請回去求怨的 這些不需要求怨 因為鬼王呢 多聞天呢 就是掌法分明 所以呢 記住一件事 有些網友記住一件事 請了一些 叫做聖物回家呢 運程轉好呢 或者叫做 啊 財運好了之後呢 不要只是想著說 我是不是要捐些錢 你不是要捐些錢 你不是要捐些錢 就是不要呢 啊 請完佛牌回家了 好運了啦 然後呢 哇大排延植啊 劏雞殺鴨 做多兩圍啊 然後呢 又啊 又去玩啊 啊 剔東西什麼都齊 那些 那你那個佛牌之後的功用 就應該沒有了 因為呢 你這樣做呢 其實它幫完你之後 還鼓吹了你繼續殺生 即更加的殺生 不是正常的吃飯 即叫做更強烈的殺生肉呢 所以不是那麼好啊 所以這些就記住啦 即是你請了佛牌 運程好了呢 就要多謝佛牌啦 多謝佛祖 好 之後呢 就叫做 叫做 辭戒啦 吃回一下齋啦 那樣呢 就叫做 那種迴向 比起你這些所謂捐少少雞稅 那麼多錢呢 更加緊要 神給你的錢呢 給一百萬里 二百萬里都好 他不是要你還回一百萬 二百萬給他 最緊要你是肯辭戒呢 做回一個好人 那佛祖啊 鬼王才會幫我們 那這節就是這麼多 給我介紹少少少這個鬼王的另外一面 就是叫做 原來 卡維樹運 多汶天啊 比沙門天有這麼多的歷史 也都原來他是有份招財 然後我自己有一個鬼王呢 是四大天王合一的 後腳是踩著個寶箱 我開頭不知道什麼意思啊 後來才知道 哦 原來是這樣的意思啊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這些這樣的泰國佛牌呢 就是請道佬啊 學道佬啊 所以啊 就是 因為這樣又認識多一件事 那我分享給網友聽一下 那訂閱我師兄陳食的頻道 下次再發現有什麼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下次見 拜拜